你雖然很有福报了 也念了一些佛菩萨的名号 也拜了一些佛菩萨 师父不能说没有功德 但是你的闪电力量太弱了 所以你没办法转动业力 你看前面一张 对不对 真正闪电的力量很强的时候 它是可以摧毁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代表自己的恶业 好 但是到这里我还没有讲完 再看下面 那理相的忏悔是什么 请看 这个你们拜忏里面常常会有 请专心听 让师父讲一个段落 最从兴起将心忏 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聚空 事则名为真忏悔 这个叫理相忏悔 这个比较深 一般人不容易做得到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先解释 罪从哪里造呢 从你的身口意 其实你的语言 行为 思想 最难的是对峙你的念头 你今天会造很多恶业跟恶念 其实都是从你的心 所以意思是说佛菩萨 我所有跟一切众生的罪 我要从我的心里 真正从我的心里去掺除 所以我讲一句英文注意听 我觉得现在新加坡人跟很多外国人 尤其年轻人常常讲 Sorry sir I apologize for you sorry becau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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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today is no room for you I apologize 我有时候碰到外国人 我很不客气 Pologize should shoot from your heart not from your mouth 有些人道歉 I'm sorry I apologize to you 是皮笑肉不笑的 抱歉啊 今天 Auntie Uncle 对不起啦 明天再来啦 今天你要卖的叉烧包 宿的叉烧包卖完了 其实呢 柜子里面还有两盒 很多人都假假的 所以轮回是从哪里来 是你一切 该当真的你不当真 该当假的不把它当假 对不对 你看我们人都做假假的 可是宇宙事实的真相都不是真的 你却把它当真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呢 忏悔跟人家Pologize 都是从嘴巴 不是 忏悔不是这样 对不对 忏悔是要从心里 Pologize from your heart 你真正知道自己错 比如说今天老公不小心发了脾气 跟老婆道歉 老婆我真的抱歉 我抱歉 我今天跟你抱歉 今天老婆气比较大 那抱歉以后 明天就不要再发脾气啊 不然你怎么今天讲完以后 明天又再发脾气呢 那表示你昨天讲的是假假的啦 对不对 同样老婆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老公 对不起啦 最近手头不太紧啊 对不对 我又需要钱啦 我知道你很多钱啊 你知道Marco生日快到了嘞 你要不要下礼拜买衣服给我啊 对不对 其实呢 老婆呢 皮包里很多钱啊 对不对 所以忏悔啊 将心忏是要从心里 注意听 天龙八部跟诸佛菩萨 都可以看到你是过去 现在与未来 你在佛菩萨面前忏悔 真的跟假的 其实他知道 你骗不了佛菩萨的 你可以骗其他的人 假假的 对不对 有些呢 看到师傅来 哦 师傅来了 大礼拜一下 拜得很认真 师傅走了 I finished I finished 对不对 那在佛堂里面啊 做义工也是这样 师傅来了 师傅你好啊 师傅你功德无量啊 对 师傅走了 诶 It's your turn now 这些也都是假假的 你这样的叫做福报 不叫功德 诸佛菩萨 天龙八部 都有神通 他可以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假如你忏悔 是从真心里去忏悔 他会原谅你的 就像一个做错的孩子 向妈妈道歉 妈妈一定会原谅你 但是妈妈最讨厌是什么 今天忏悔了 明天又骗我 后天又再犯一次 那你这样的小朋友 一定是打他屁股的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的云云众生 忏悔要从内心里 当然你也会说 师傅我忏悔了 可是我明天还是 袭击很重犯 没关系 继续忏悔 所以普贤十大愿讲 敬未来俱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忏悔要从真心 现在讲 心 你若能够心灭 灭什么 灭你的恶念 灭你的妄念 因为我们的罪 是从心显现的 所以你的心 恶心跟恶念 能够灭除的时候 外在的罪 就像梦一样 就会消失 待会会解释 心亡罪灭 两句空 也就是你心 能灿的心 跟所灿的罪 能所的对立 两个都是空的时候 你就会震入空性 这个才叫 真正无上的忏悔 真正呢 最高的忏悔 这里的真的忏悔是 不是说前面的忏悔是假的 这个真是叫着真如实相的忏悔 写在旁边 真如实相的忏悔 就像什么 一灯能破千年暗 比如说这个房间 假如举个例子 这个佛堂 假如有一百年都没有人用 突然我们要讲经了 去接电线 电一接的时候 灯一亮的时候 这一千年的黑暗 一下子就消失了 也像冰山一样 冰山太阳一照的时候 冰就融化了 所以 事则名为真忏悔 这里的真 不是真假的真 是符合真如本性的理向忏悔 真正忏悔要像什么 看幻灯片 这几张我最喜欢的 Some of my favorite 一切的显现 像反射的倒影 像假的 你看 这是 New Zealand 很漂亮 湖光山色 在湖里面的倒影 你看起来都很美 可是呢 你真正手去捞它 在水里面也捞不到的 我们的人生 酸甜苦辣 也是这样 看 所有的善梦跟恶梦 都不是真的 梦虽然是虚妄 梦有时候可以作为 你修行的一些 检查的标准 但是 你做好梦跟做恶梦 都不要去执着 做恶梦 只是你的恶念很强 做善梦 比是你的善念很强 但注意听 善念将来会到三善道 恶念会到三恶道 三善道跟三恶道 都没有出六道轮回的 那怎么办 善念跟恶念 把它转成念佛的念 因为念佛是清净的念 念咒也是清净的念 譬如人家骂你一句 哎呀 你这个人真是猪八戒 长得好丑啊 以前你没有学佛 就叉叉叉叉再骂回去 现在人家骂你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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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 其实我也长得不像猪嘛 猪也是假的嘛 就笑笑了 这时候你本来要生气的 你把称心转成为佛号 就变成清净的念 清净的念 不在六道里 将来清净的念 在净土里 所以为什么说念佛跟念咒 可以去极乐净土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一般人很难 碰到恶念来的时候 你报复我的时候 我也报复你 老板呢 对我不好 我也不高兴 对不对 以牙还牙 同事讲你八卦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八卦讲他 所以以牙还牙 大家一起斗 大家一起斗 就一起在轮回里受苦啊 所以 你想要出轮回 先要知道 善恶一切的幻境 都不是真的 所以空性的教法 它有很高的功德 因为空性可以把你的善念跟恶念都破除 转为清净的念 听懂吗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啊 很重要啊 今天讲的这很重要 其实每天讲的都很重要 接下来再看 接下来 你慢慢呢 你心训练的不受外境影响 你就会看一切呢 就像梦幻报一样 师傅跟你分享一样 不是说我修得很好 我只是跟你分享 有时候我做MRT的时候 我就觉得像做梦 我在台湾做MRT 在新加坡有时候我也喜欢做MRT 为什么呢 你看做MRT的时候 这么多人 人来人往 哪一个是真的呢 在MRT里面 有人在嘀哩呱啦地讲话 有人在听MP3 有人还在聊天 其实你会觉得都是假的 待会我们做完MRT又出去了 请问哪一个是你的家呢 你要从这里去观 常常像梦一样 像如梦幻泡影 就像海底世界一样 对不对 请看幻灯片 这张是香港的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你看小丑鱼很漂亮 很美 可是小丑鱼死掉的时候 什么都不美 人生酸甜苦辣也是这样 最后你看地藏菩萨的修持法门 今天就是告诉你 除了了解十二因缘 你还要观一切是梦幻泡影观 这就是地藏菩萨 他伟大的功德 看看这张地藏菩萨 也是one of my favorite 这张地藏菩萨是透明的 下面是大海 上面是虚空 你看地藏菩萨的身体是透明的 地藏菩萨因为正道 华言三昧 所以他可以观一切都如梦如幻 因为如梦如幻 所以在晚课的时候 地藏菩萨只要念一首句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性 一切唯心照 念三遍 然后念 on bo lai mo ni tu ni so vosa 大地一切就裂开了 他为什么能够度众生 因为连地狱也是如梦如幻的 但是凡夫呢 把地狱当真的 就像你把家当真的一样 所以你就很苦 地藏菩萨呢 把所有一些东西都观 如梦如幻 所以他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了解吗 今天就讲到这里 记得回去呢 常常看到烦恼来的时候 老公你是假的 老婆你是假的 不要念在嘴巴里 放在心里会比较好了 如梦如幻观 这是很重要的 好 诸位法师 诸位邻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今天讲座是从 二十七页第十二行开始 更二是出入属席观 先不用急 请看幻灯片 因为待会要教属席观 待会的属席观会比较复杂 所以我先教简单的 先看幻灯片 第一个 属席 The mindfulness of the breathing 属席观在南传 北传 乃至于金刚称 都很重要 我想在座很多佛友 几乎有一半的人呢 都上过禅修的班 也学过不同的禅法 禅法的方法有很多 请专心听 先看这个 第一个 属席观 Counting the breathing 从一属到十 然后再反过来 从十属到一 待会静坐的时候 背挺直 身体放松 你不要紧张 你不会有突然什么出现 没有 你就是呢 把你的心定下来 有一个脸友问师父 师父我知道 十二因缘 六道轮回很苦 我现在终于觉得 生命真的很苦 我要怎么样去 控制我的心 而出轮回 答案就是今天 开始要教的方法 所以 不要急 第一个 属席观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从一出生 娃娃出生的时候 第一个 你就会接触呼吸 就表示你诞生了 接下来 你一辈子 从出生 乃至你睡觉 今天晚上睡觉 你躺着 身体不动了 你可能呢 脑筋会发梦 可是你还是有一个朋友 永远跟着你 不是你的老公 也不是你的老婆 更不是你的男朋友 也不是你的女朋友 谁呢 Breathing 呼吸 假如你没有呼吸的话 那就糟糕了 那就可能要打 什么 你们这边是911 还是119 我不知道 打那个Hospital Ambulance 要打救护车了 所以 属席是很重要的 那属席的时候 是注意在鼻尖 这里 鼻子 这边我们讲人中 就注意在这里 然后呢 接下来 你怎么做呢 从1数到10 10数到1 这两个里面呢 数出跟数入呢 选一个 看我先表演 一般呢 我们呼吸会有吐气 数出 1 再呼吸 2 接下来 3 你不要讲 1 2 3 4 5 好像那个古文讲的 那个叫风车 这样的话你心不会得地 你耳心会很急 所以两个只数一个 那专心听 哪一种情况是要数出呢 你身体觉得很燥热 像新加坡的人 大部分都数出比较多 你这里觉得很热 你就数 一 先不要念佛 你先把呼吸学好 待会才以后有机会教你 呼吸跟念佛一起 不是说念佛不好 而是说 你现在先专心数 你才会看清楚的念头 不然你把数息观 跟念佛观一起结合在一起 刚开始你觉得很好 可是其实你是 两个都没有修好 所以先专心听 数出 一 数出去 然后哪一种情况会数入呢 就是你觉得你今天 譬如说身体生病了 觉得很冰冷 中指人在新加坡 但是你心里觉得很冷 手是冰冷 这时候就数入 一 二 三 你不要看这很简单 你不太容易从一数到十 单位于数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二三 不错 对不对 想到四的时候 下午吃的榴莲真好吃 明天再吃一颗 对不对 然后呢 假如你念头跑掉了 那你要从一开始数 所以真正从一数到十 没有妄念 是很不容易的 不要急 因为你从来没有练习过 或许有些人练习过 有些人不熟悉 所以慢慢来 从一数到十 刚开始它的距离一定很短 你的呼吸就像跑步一样 一跑完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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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的呼吸一定很急促 当你静坐的时候呢 你的呼吸会从短的 慢慢慢慢就变长 然后身体就会放松 所以一数到十 假如你在这过程中跑掉了 就从一开始数 那你可能待会静坐五分钟的时候 师父我从来都没有从一数到十过 那就可见没有关系 你的念头真的很乱 好 没关系 然后呢 假如一数到十以后 反过来 十 九 八 七 这样一直数到一 有些师父是一数到十 然后重复又从一数到十 我加难一点 一数到十 反过来 十 九 八 七 这样一直数到一 这叫数习惯 counting the breathing 那在这数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开始慢慢肩膀放松 然后呢 你的心会宁静 可是有时候也会很乱 没关系 这是第一个 叫数习惯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今天先不要做 我只是先讲解 因为让你看这张欢灯片 知道它的过程 第二个 你数了数 有些人数一下呢 大概五分钟啊 但他心就很近了 他就根本不要数字 数字 numbering is another technique 他只是技巧 因为你的心很乱 所以要用一二三次数 让你数 那你会有个问题说 那请问师父这跟我 躺在床上数颜 绵羊有没有不一样 答案不一样 因为绵羊的时候 你数绵羊的时候 是身体躺着的 那时候身心是放逸的 对不对 你想要睡觉 可是数习惯是身体是做正的 所以他气呢 就会宁静下来 数习惯有数习惯的功德 所以从一数到十 十数到一 慢慢每一个人数的情况不同 有些人呢 他数得比较宁静呢 大概三分钟 他就心很近 然后呢 有些人数了 数了十五分钟 心还很乱 没关系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好 第二个阶段 会进入叫关系 看一下幻灯片 observing the breathing 就是数字你可以丢掉了 因为刚才你心很乱 所以先用数字 把你心定下来 接下来你就注意在鼻尖 人中的地方 人中就是这里 外观的鼻子比较大 这样子 东方的鼻子比较小 没关系 那你就眼睛注意在两个鼻子的中间 不用太用力 太用力的话 你会变斗鸡眼的 对不对 你就这样子 注意在这边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看呼吸的出跟入 出跟入 看 这时候不用数字 你会看 呼吸出去很清楚 呼吸进来 呼吸进去 出去 呼吸进来 就好像什么 你 像 像Auntie有没有 看你的孙子一样 你看着他 不要让他乱乱跑 你就是看着自己的呼吸 这时候有什么好处呢 你会觉入到无常法 你会知道呢 的确所有东西都是 一刹那的 一出一入 一出一入 假如你静坐还长久的人 你会感受到 这一出一入的频率 跟什么频率呢 一样呢 跟海浪 海潮的潮汐 一丈潮 一细潮的频率 是一样的 这个叫做 关系 observing the breathing 这时候心比较近 但是你不用加上数字 就看着呼吸 一出一入 接下来进入叫做 focusing on focusing focus focusing on the pleasant moment 就是当你数得 越来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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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会觉得呢 好 你的身体好像慢慢 没有什么沉重的感觉 然后你就突然觉得 停在那里 停在那里还是有念头的 因为关照里面 也有深浅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念头停在那里 很好 这时候你可能会有念头 可能会想到 哎呀明天 礼拜一 Blue Monday 要做工了 不用管他 我好讨厌我那个老板 那个八卦 坐在我旁边的 那个妹妹 每天都很妖艳 真是讲很多坏话 就让他看得过 就好像看电影一样 你会看着自己念头 然后在这个时候 关照的时候 不要去压他 也不要跟他跑 你不要看到说 念头来 我不要来 你越压他 他念头越多 不用管 你就像看录影带一样 讲很清楚 自自然然看 那有些人关照 他会做很久 专注现前一念 所以波尔心经讲 照见五蕴皆空 是从第三个阶段开始 前面你的心 一定还会乱 那再长话短说 今天是教第一个阶段 那有些人会这样 就是当他数息 数了一分钟以后 他就进入关照 然后呢 立刻他就进入关照 很好 这也不用炫耀 这也不用炫耀 这表示你一多生多结 就修禅定 一两分钟 你就可以进入 看到自己的念头 有些人呢 不是这样 数息一到十 十数到一 就看看师父 怎么还不教隐庆 看看手表 你就觉得 度日如年 像什么 热锅上的蚂蚁 不要那么急 对 所以有些人 他数息会很久 很久以后 他才会进入关系 还有 这是不同的情况 第二个 也会看你 不同的身体状况 比如说 今天是礼拜六 礼拜天 哎呀 尤其是礼拜天 啊 wonderful 昨天睡得非常的饱 所以今天呢 早上十二点才起床 起来 精神非常好 然后他数息 关系 关照 他就修得很好 那你假如觉得 你今天有伤风 有感冒 你不舒服 或是你跟别人 吵了一架 或是呢 哎呀 一看到今天马票呢 又没中了 你突然很失落 那失落的 大量的贪嗔之起伏的时候 他也会让你的心 没办法入定 还有讲话太多的话 也没有办法让你入定 每天呱啦呱啦 讲手机 讲电话 然后呢 看寡题 看看 睡着了 你寡题还在演 所以 注意听 数息 关系跟关照 他会不同的状况 所以不用急 他是自自然然的 比如说你现在一 数到十 十数到一 待会大家都先练习 这个方法 这个可以对峙你的散乱心 然后呢 然后等到你 自己心很宁静 假如你静坐 自己静坐超过十分钟 或十五分钟 你就可以把数字丢掉 就关系 有些关系的时候会持续 然后甚至到了半个小时以后 他的心还很宁静 甚至有些人呢 到了关照的时候 他的念静一坐 他觉得 两三个小时 就好像十几分钟一样 那是自然的 不用刻意的 所以我说 这有三个阶段 我们现在先做 数息观 第一个阶段 好 请关灯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加也 也是昼夜呢 都进入禅定的 请看幻灯片 他的心一定就是很宁定的 所以请你背挺直 身体放松 现在先练数息 明天我会叫数息 观席跟观照 三个一起做 今天你先练习这个数字 好 背挺直 身体放松 不要想什么 什么东西都放下 不要那么急 好 静坐一下 眼睛不要全闭 舌头可以顶上额 从一开始数到十 十 十 数到一 念头跑掉的 就从头回来数 都要 בא� тогда 心 W всем 我 但是 característ 应该 DV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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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中 这时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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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這是這個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好 接下來 我們先看經文 請看 27頁 第12行 心舞 隨順三人 好 昨天呢 你終於知道生命輪迴的真相 很多佛友也給師父反映 不管寫紙條或是會客都跟我講 師父真太精彩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這樣 偷昏昏的來投胎了 沒錯 十二因緣是釋迦摩尼佛 以四聖地而詳細解說的十二因緣 那你要學十二因緣 怎麼控制自己的心 就是從呼吸開始去練習 所以禪坐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昨天講的心思 觀一切如夢中一般 不是真的 所以你才會放下你的執著 貪愛跟留戀等等的煩惱 接下來看心舞 隨順三人 當你的心真正覺悟到 身從何來 死從何去的時候 你又常常觀一切外面的境界呢 就像昨天講的 像夢境一般 像夢一般沒有一個是真實的 這時候你的心 這時候你的心就會像地藏菩薩一樣 對不對 看一下昨天 地藏地藏 你看 你會看一切的外景呢 如夢幻泡影一般 這樣子 透明的 不是真實的 這時候呢 沒有一樣東西是真實的時候呢 你才會觀如夢幻泡影 所以你看 昨天放了這張地藏菩薩 這張是我最喜歡的地藏菩薩 為什麼 因為他身體都是透明的 連佛像都了不可得 所以 金剛經說 若以色見我 以陰身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這是講圣意地 若人有用陰身 或執著形象來求如來 這裡的如來是什麼 法身如來 法身如來 是了不可得的 就像這樣子 你看佛菩薩 所以 真正叫你觀佛像的時候 要觀 像彩虹一般 透明的 沒有實體 這樣你的觀 夢幻泡影觀 才會跟實相相應 你不要把它觀成像 對不起 這佛塔很莊嚴 前面呢 這個大概是 漢白玉雕 或石頭雕的地藏菩薩 很莊嚴 但是你說觀地藏菩薩是硬邦邦的 那你會增長執著 它可以作為你禮拜的對象 但是在禪觀的過程中 你要觀佛菩薩跟身體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是透明的一般 彩虹一般 當你能夠觀到空性的時候 注意聽 你身體自然就會飛到天空 這是正自然人 對不對 這也沒有什麼特別 有人說 哎呀 這人修得很好 它離地三尺 其實 離地三尺也沒有怎麼樣 各位看 現在獎金的中間的燈 它不是掛在天空裡面嗎 OK 可是它不會成佛 所以不要去執著炫耀說 它修得很好 然後離地三尺 它還可以旋轉一圈 然後坐下去 那我拿一個電動玩具 這樣飛一圈 不就是又回來原地嗎 學習佛法 不是在這些小的地方 去炫耀 而你要真正了悟 般若的空性 這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因為你了悟 般若的空性 好 接下來再給大家看一下 上次有一張 安忍於大地 地藏 地藏 你了悟 看 地藏菩薩 這是精明佛學者的 看右邊的題字 安忍不動猶如大地 這個才是地藏菩薩原來的意思 安忍不動是心如如不動 忍 不是說人家罵我 我就忍 不是 忍是把心放在法上 你既然知道外面一切都是假 那人家罵我的時候 我也無所謂 不是說一皮天下無難事 不是 有些人很皮 人家罵他講他管他的 那是固執 這裡不是 是說你了悟事實的真相 十二因緣輪迴的真相 所有一切的外境的人事物 包含你的念頭就像做夢一般 所以你知道一切東西都不是真實的 所以那人家罵你的話 其實你不會太在意 所以注意聽 現在從佛法來講檢查 比如說現在老闆罵我了 那我就要先心靜下來想一想 是不是我做錯了 我做錯了就跟他道歉 這是正常的 你不要老闆罵你 你就跟他頂嘴 你說師父講的是空性的 你是沒有智慧的 那你老闆一定會把你炒魷魚的 最後不是換老闆 是你自己走路 你錯了 為什麼 世俗地跟聖意地你混淆了 所以當人家罵我們的時候 第一個先把心靜下來 假如我真的做錯 那就要你真誠地 懺悔業障跟人家道歉 這才叫有智慧 第二個 假如人家罵我 我想一想 我真的沒有這樣 那就心不要受影響 這才叫安忍不動猶如大地 這是地藏菩薩的地的聖身含義 好 因為你安忍不動 所以接下來你才能夠修下面講心武 隨順三忍 好 請看經文 就是說所有的聲音 你都能夠不去執著 隨順三忍 請看經文 與武取運 就是我們這裡身體的色受響形式 對於內心的念頭 身體 還有外在一切的人事物 你都用智慧去觀察它 接下來就會達到三種忍 這三種忍事實上在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院裡 我有提過 一忍 二忍 三忍 跟這裡很像 叫一 能順空忍 第二 能順無相忍 第三 能順無怨忍 順 各位知道嗎 中國有一個叫順風耳 有沒有 順風耳 它為什麼叫順風耳 就是所有的聲音呢 它能夠都聽得心很順 中國人也有講呢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對不對 中國孔老父子講的 三十而立 成家立業的立 四十而不惑 四十的時候對人生就沒有迷惑了 各位 你們還有迷惑嗎 對 師父四十四歲了 四十歲以後 你對人生的真理沒有迷惑 你了誤了佛法 當然你就慢慢不會迷惑 五十而知天命 知道說 哎呀 人有天時地利人和 人要跟大自然和和 五十而知天命 所以它就樂天之命 六十而耳順 到六十歲 人家說你很醜 你很漂亮 人家罵你 人家讚你 讚嘆你 耳耳順 就是聽什麼聲音啊 都能夠歡喜的 那不是說耳朵很軟 而是說 六十歲的時候 它不會受人家語言跟聲音的影響 這樣子你才能夠得定 所以這是三種 順 空 無 向 無 願的三種忍 這裡的忍是心安住於法 當然這三個人呢 一講的話可能又需要講三天了 我先講到這裡 讓你先有一個基本概念 將來有機會 還可以慢慢深入佛法 接下來 當你能夠心不受外境影響的時候 你動什麼念頭都是精進的 這時候就會滿你的願 所以叫隨心所欲 而不欲懼 中國人講隨心所欲 但是他不會超越倫理道德的範圍 所以可見 中國孔老夫子 事實上他的涵養也是很高的 他的品德也是修得很好 所以稱為儒家禮道的萬事師表 在台灣 9月28號就是教師節 為什麼呢 因為9月28號是 孔子至聖先師的誕辰 我有時候呢 9月初的時候 收到新加坡佛又跟我講 師父 是教師節快樂 奇怪 都還沒有到啊 原來是新加坡的教師節 新加坡教師節是哪裡 9月的第一個星期 對不對 9月幾號 1號 你看 真的我們不同的國家 在台灣是9月28號 教師節 接下來 你隨心所欲的時候 就可以觀察到 我們色受響形式 就是這個五韻生啊 跟外在一切人事物事實的真相 你的心就能夠控制自己的念頭 接下來介紹一下地藏菩薩的圖像演變 插播一下 因為到這裡是一個段落 講了十二因緣呢 從第26頁 從第26頁 第20行一直講到 27頁的第13頁 只有一個段落 其實我也用了將近一天半多的時間介紹這個 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這一次 Part 2 地藏法門呢 要了悟生命輪迴的真相 接下來請看幻燈片 這就是中國地藏菩薩 那中國呢 現在佛法非常的興盛 各位如果去過中國四大名山去朝聖的話呢 你會發覺中國是進步的 我們也要祝願 我們是華人 也希望中國大陸佛法興盛 如果中國人學習佛法 那世界和平的日子呢 就呢 指日可待了 所以你看可以看到 這是兩三層樓 同坐的地藏王菩薩 然後投放是拜的五方佛的寶冠 五方佛代表 東南西北中 五方佛的智慧 接下來再看 假如你去香港 大禹山 大禹山 裡面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天壇大佛 大佛的裡面 在進入第二層的地方 就有一個大殿內的 地藏王菩薩 這是站著的 上面有一個幽冥界的鐘 鐘上面有刻有很多的經文與咒語 也是非常的莊嚴 所以地藏菩薩其實跟華人 的這個源是非常深的 東南亞華人呢 全世界很多華人都共觀音菩薩 跟地藏菩薩 接下來再看 這是台灣雕的 近代雕的 地藏菩薩 也是 學禪定印 禪定聖身 頭戴五方佛的寶冠 那 其實地藏菩薩是光頭 或是沒有戴寶冠 或沒有戴 有沒有戴寶冠 其實是無所謂的 但戴五方佛的寶冠 是代表他顯現五方佛的智慧 那沒有戴寶冠的時候 那當然地藏菩薩就是光頭的 代表清淨的身文像 在地藏十輪經說 在這個說法世界 最清淨最清淨的相貌 是什麼呢 就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像 所以地藏菩薩出現呢 就難言伏提的叫清淨輪像 好 接下來再看 更二 出入習慣 就是今天要講的第二個重點 請看經文 心醫 總說 持念的重要 持念 perceive 或是holding 念你的mindfulness special又internal mindfulness 你會發覺 我們人常常都想去往外面找很多東西 我們想要控制很多 比如說我們想控制人 人都有強烈的佔有欲 我們想控制這個人 這個事 這個物 這個財產 你都希望呢 everything should be under control 我們英文立民朋友講嗎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就是你希望什麼 所有東西都在你的掌控中 但是 從佛法的角度講 我們常常掌控著外境 可是我們卻忽略了 要掌控我們內在的念頭 所以請看經文 二十七頁 二十七頁 心醫 總說 持念的重要 腹 方便修 頓號 入 出 習官 入 跟 出 就是我剛才講 呼吸 呼出去 breathing out 入 breathing in 入 跟 出 呼吸 而且呢 習官 注意這個官 官要把它畫起來 你要很清楚 所以真正呢 睡覺呼吸 在休息習官的時候 不是躺著的 有人會說 哎呀 師父我躺著那邊 那我不是 坐在那邊 然後就打瞌睡很累 那不是躺下去睡覺很好嗎 對 沒錯 我剛才說 假如你靜坐身體是往後癢的話 那代表你身體太累了 你寧願應該先去睡覺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呢 超過了它的最高的極限 有時候我們的身體 都是一直繃得緊 對不對 就像新加坡的人 很有福報 可是我也觀察到 新加坡的人也很可憐 working working and more working 像working machine 天啊 你可能要做做做到老 最後斷一口氣啊 對不對 真的很辛苦 為什麼 你沒有做工 就沒飯吃啊 這個國家 它的建設制度就這樣 我多說一句 你要介意 我前幾年來新加坡的時候 有一次去Food Court 晚上 那時候很晚了 然後呢 一個佛友帶我去吃飯 結果我看到 Auntie跟Uncle呢 就推著車子 師父你需要什麼幫忙嗎 我看了嚇了一跳 為什麼 很多很老的Uncle 跟Auntie啊 都在Food Court 你們講沙巴還是巴沙 巴沙 就是賣食物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沙巴是東嘛 叫沙巴嘛 你們這叫巴沙對不對 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Forever 巴沙 賣食物的地方 為什麼 在台灣 老實講 超過50歲或60歲的Uncle跟Auntie 都退休啦 在家做什麼 在家做什麼 抱孫子啦 念奧米豆腐啦 念嘴酒啦 知道嗎 可是這邊的Uncle跟Auntie 還要工作 那時候我就關心他 Auntie跟Uncle 你快樂嗎 有些人快樂 有些人不快樂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快樂啦 因為我出來工作 我有朋友 我們大家可以相互關心 我覺得我的生命 有多采多姿 有很多朋友 現在年輕人 你不能靠他了 養兒不能防老 不要回來撈我的老本 就不錯啦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 也受西方的文化影響 不太喜歡跟爸爸媽媽住 為什麼 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比如說你早上去做工 晚上回來睡覺 你晚上睡覺了 你會發現你兒子女兒做什麼 Night Cat 打電動 上網 SMS 他的生活方式跟你不一樣 所以年輕人都不太喜歡 跟爸爸媽媽住 這是正常的 時代就是這樣 再來我就問Uncle 你做得很高興嗎 他就講 師父啊 真壞命啊 就開始催催念了 念呢 他兒子不孝順 媳婦呢 又不會對他不好 然後 兒子呢 有時候不給他錢 還威脅他 這樣子 然後他只好呢 心不甘情不厭 為了活下去 所以出來做囉 但是讓我很訝異的是 Uncle跟Unty 都會講簡單的英文 對 為什麼 因為你必須學習 所以 在這邊呢 讓我真的很大的震撼 舉方說 假如我現在看到一個 Unty 很老的Unty 是我媽媽 在那邊做的話 我會掉眼淚的 我會覺得 我做這個兒子 真的很不孝 為什麼 這麼老了還讓媽媽 出來工作咧 他應該在家裡呢 對不對 就是抱著孫子啊 或是呢 還看佛法DVD 或你有阿彌陀佛才對啊 他已經老了 所以去年的我媽媽 認識退休啦 我媽媽問我 兒子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你老的 退休吧 對不對 你要做一次做 做到哪時候 當然你一定會說 師父你講得很精彩 可是做新加坡人就是這樣 答案是什麼 你的福報不夠 你福報夠的話 你就不會需要這麼辛苦 當然假如你很開心的 不是為了賺錢 被生活所困 你願意有很多的朋友 你也學的呢 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 很好 你生命要有目標 再舉一個例子 我台灣就有一個很好的同學 然後她的媽媽 現在呢七十幾歲 非常的忙啊 從早到晚 一早早起來 她就送金打坐 她參加法古山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她就開始呢 聽呢 空中英語 每天聽英文啊 還做功課 做完以後她出去呢 go jogging 跑步 回來呢 還dancing dancing完了以後 還跳舞 然後呢再打坐 然後下午她睡個午覺 然後呢 開始呢 送佛讀經 看DVD 晚上呢 還陪朋友去吃飯 然後呢 大江南北都去跑 她還去過South Africa 還去過Egypt 還去過China 還去過American 然後她的女兒呢 都問 媽咪我哪時候見你 making appointment after one month 一個月以後再說吧 我很忙的 你看 她雖然人老 但是心不老 身體很健康 充滿了活力 她常常也去做義工 做佛教的義工 所以人 常常要到老的時候 才會覺悟 所以各位老菩薩 不要覺得你老 不要常常跟我講 師父 我老了 夜障重啊 夜障幾斤重 拿給我看 這是禪宗很喜歡問的 你們都不喜歡禪宗嗎 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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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是很有智慧的 對不對 夜障幾斤重 拿給我 所以心的力量要很大 當然你要照顧你的身體 所以老最可貴的是什麼 有好的朋友 尤其老 有好的同餐道友 所以希望 不管我在建民佛學社獎金 或是在寬紀念佛堂獎金 所有的聯友 希望像兄弟姐妹一樣 相互關心 你到時候會發覺 其實最關心你的 不一定是你的兒子跟女兒 為什麼 因為他不一定學佛 真正關心你的是佛堂的聯友 真正一起跟你朝聖去呢 四大名山 五台山 峨眉山 拍那個耶 這樣拍照的是誰 其實都不是你兒子 也不是你女兒 是什麼 是師父 聯友 所以你要想想看 要珍惜好的同餐道友 好 跳回來講 所以你要練習你的持念 所以你要常常觀照 所以請看經文 富方便修 入出習觀 即是修習 持來去念 這為什麼講來去念呢 因為我們人都有來跟去 比如說你先從家裡來 來到寬季念佛堂 講完經以後 從寬季念佛堂 回去你的家 我們人都一定會有 來去的念頭 請問我們生從何來啊 死從何去呢 你有沒有想過呢 我再問一下 你曾經這輩子做夢夢到呢 你出門的時候 在夢中 是用非的請舉手 曾經做夢過 一次以上沒關係 有做夢過一次 好 手放下 那你曾經做夢啊 那你曾經做夢啊 這個在出門的時候 做BMW的請舉手 沒有喔 因為古代沒有BMW 剛才我會問這樣的 原因是說 當你曾經做夢夢過 你出門是用非的 在佛經裡禪經寫 至少你曾經做過一世的天人 天人 就是說你持戒禪地 你的心很寧靜又修功德 天人出門的時候是用非的 他不用搭MRT的 也不用搭Airplane的 所以你的念頭是要 訓練的 我們人都有來跟去 所以我們如果不修行 其實我們不知道 過去是從哪裡來 大部分的人 都是過去是從人間而來 或是有些人來 新加坡的佛友 也是過去是從天上而來的 然後也是在人間修行的 那當然有沒有從地獄 惡鬼出生來的 有 有些人你注意看 他的相貌就長得猴頭猴腦 對不對 就像猴子一樣 有些人說馬不知臉長 他過去可能是馬來投胎的 會 他也有三個道來投生的 雖然新加坡有多元種族 有不同的國家 有很多人 但是呢 你要先想 我們生從哪裡來呢 很多人並不知道 所以來去念 去 好 問你 假如你現在斷了生命 這一生結束了 業力盡了 你要去哪裡呢 你自己知道嗎 第二個 你能夠做主嗎 這個就是他佛法偉大的地方 常常有人跟我說 哎呀 師父你看 基督教都非常興盛 基督教是人天教法 人天秤的教法 他不一定告訴你 怎麼從六道輪迴出去啊 佛法 你對自己所學的佛法 要有信心 所以持來去念 是剛才講身體的來去 現在講念頭的來去 比如說你坐在這裡 對不對 突然想 今天講完經喔 我明天呢要去做工了 我要去office 你看你的念頭就跑到office 接下來你又想呢 哎呀 我再過一個禮拜 一個兩個禮拜呢 可能跟公司拿leaf 要出拿假 師父講完經 我還要想去中國朝聖 你看你的念頭 就跑到中國去了 念頭的力量是很大 看不到 但是它存在的 好 請看下面經文 雲殼由念而如實觀察 入息出息 我們怎麼透過我們的念頭 真正如實 如實就是要清清楚楚 包含好的念頭 跟壞的念頭 你都不要騙自己 而觀察呢 看得到你自己有呼吸 呼出去 呼吸 呼進來 所以叫入息出息 入息是breathing in 出息是breathing out 好 接下來 經文就講 為正觀察固 有下面這六個 六個請背起來 怎麼背呢 很簡單 我教你兩個兩個背 鼠跟隨 接下來 指跟觀 轉跟靜 你看你這樣就背完了 所以要佛學考試的話 這一題又一定會考 六廟門 鼠 水 指 觀 環 靜 環呢 現在這裡寫轉 你可以在旁邊寫 也是還 就是呢 還別人的錢 return的意思 轉呢 是transform的意思 待會我會解釋 不要急 就是這六個呢 其實雖然是在 十輪經裡面的十輪品出現 其實它跟中國偉大的智者大師 講六廟門 是講的內容一模一樣的 請看幻燈片 佛陀在沒有出生之前 佛陀在沒有出生之前 他在印度 各位知道 印度人都喜歡唸Yoga 或是呢 唸 叫做Samarta O Vipassayana 就是修指跟觀 射魔他跟彼婆舍那 那印度人其實在四大文明古國裡面呢 他對禪定啊 是非常專精的 印度教的人 縱使呢他呢 拜西法神 但是印度的瑜伽士啊 他們也都修禪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張圖片的手 他們是這樣結的 叫蓮花手 不要學這個 這是印度教的 佛教應該是這樣 結禪定意 或是手掌向下 放在你的膝蓋 所以不要結這樣的 這個是印度教才這樣 是這樣 這個叫蓮花手 對不對